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他又与赵丽颖 林恩兴合作主演电视剧《楚桥传》 在剧中饰演坏人帮中的赵伐公子赵西风 那阴险狡诈 行狠手辣的程度 丝毫不输给被大家骂惨了的宇文怀 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他也因此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反派专业户 可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在反派搭包子的路上越走越远时 没想到他却摇身一变 成了《你是我的清晨时光》中 富商集团二公子特种兵力志成 神手不凡的他 美语间英气十足 不仅身材超好 还散发着一股子浩然正气 最关键的是 人家可不像其他霸道总裁一样 沉迷撩妹 不能自拔 除了谈恋爱之外 认真努力的加班才是正事 不得不说 惊悍凭借精湛的演技及先天的家庭优势 将人帅嘴甜神手家的励志成 诠释得相当到位 做军人时 承文冷静 沙发果断 做霸道总裁时 他运筹帷幄 敢拼敢闯 做中拳男友时 他细心体贴 关怀备至 让原本大家心目中的冷漠冰哥哥 变得饱含柔情 让冷酷霸道总裁也变得没那么霸道 而这也让他分分钟成为 无数女生心目中的新任国民老公 如今 在没有秘密的女中 他再度演绎了一个学霸级的中拳男友 虽然看上去长得坏坏的 但实际却是个超萌小奶狗 可言可见的守护人设 再度为他全粉无数 而他扎实的演技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从反派专业户到优质偶像 相信这位有女神收割机之称的小鲜肉 在没有秘密的女中 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表现 而在解锁了更多类型的角色后 惊悍也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一股视频独家策划